枕边经典,睡前陪你重温 哈喽,晚上好,这里是枕边经典,我是主播映游 今天晚上我要为您分享到来自于敏洪的文章 读书使人生变得丰富 为什么要阅读呢? 我觉得这就像问,我们为什么要交朋友一样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也是一种思想性的动物 而阅读是在孤独中跟思想和灵魂交朋友 因为任何一本书都是对作者思想情感和理念的某种反应 体现了它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人跟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人拥有自己的思想,能延伸自己的思想 并且可以在思想之间进行无障碍的交流 有人说我从来不看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不看书就意味着你只能局限在 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所能听到和看到的小范围世界之内 不管你有多么牛,哪怕走遍全球 你所看到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 世界必须进行无限的延伸 才能让你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 而看书可以让眼界得以延伸 常常有人问我,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也有人问我,读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是不是也算阅读 当然,这也算是一种阅读 人在劳累的时候读读轻松的武侠小说 读读流行的情感小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 但是阅读绝不仅限于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 在我看来,阅读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做读有用之书 一类叫做读无用之书 什么叫有用之书? 就是读完以后能让我们未来的生存变得更加容易的书 但是可惜的是,很多人一辈子只在读有用之书 这也成为很多人讨厌读书的原因 为什么?因为有用之书通常读而无味 例如,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的教科书 但是有用之书对我们是有用的 道理也非常简单 不读有用之书是不行的 比如说,我们从高中时就开始读各种英文书籍 经读、贩读、口语、听力、词汇 这些全是有用之书 有的时候,读有用之书 还是我们走向无用之书的必经之路 人的一生要完成两件事情 一是提升自己的实际能力 有用之书就是帮助我们提升自己实际能力的 而第二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升自己整体的厚度、气质、情感和胸怀 而这些东西是有用之书不太容易提供的 真正能给出这些东西的叫无用之书 人的一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些无用之书 读了以后,它会改变你的气质和容貌 所谓三日不读书及面目可憎 就是这个道理 有时我会觉得 我们玩微信和自媒体的过程 有点像阿尔茨海默症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 你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经常无法专注 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 你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 却在看手机上同学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所以我在开会的时候 跟人谈项目的时候 跟人交流沟通的时候 一般都会故意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放在我手够不到的地方 甚至放在另外一个房间 这样我就会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 因为我知道 注意力集中是高校工作和深度学习的前提 读书也分为专注阅读和零碎时间的阅读 读重要的 需要你思考的书 就更要有专注力 例如你可以拿出一个小时专门读某本书 除此之外 我还会把读书分成精读和贩读 如果我觉得一本书值得精读的话 我阅读的速度就会放慢 但当我觉得这本书比较一般 但我也能从中学到点东西 我会相对快速地阅读 贩读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每读一本书 都是对你原本知识结构的补充 读了大量的书以后 你的情感 你的思想 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都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当然 人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通过行动体现出来 但是阅读是行动的基础 读书不是只读某几本书 而是读某几类书 第一类是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书 不管是科技方面还是生活方面的 第二类是陶冶个人情怀的书 比如唐诗颂词 第三类就是有关人生观 世界观 哲学观的书 这类书以读懂和理解为目标 我认为书大概读的就是这三类 其余的就是科技类管理类的书 可以归到我说的有用之书中去 此外你还可以读一些历史著作 知过去而走未来 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和喜好挑着读就可以了 以上呢就是我读书的一点体会 那今晚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硬游的声音 想听到我的更多节目 也可以关注到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我可能是个假妈妈 或者是搜索假妈妈的小写全篇加2018 就可以找到我 我是硬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不听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